大家好,我是阿烈,歡迎回到獨自去吃麵 這段影片又是雨中拍攝,最近不斷下雨 走到這間店鋪,好多款式,有很多選擇,而且全部都有圖 而這間店鋪的老闆比較特別,就是他對美玉的研究比較深入 所以這間店鋪其中一個賣點就是美玉 另一個賣點就是鴨,因為這間店鋪是不是鴨湯拉麵 而這間店鋪的名字就是Warmantomo Tokyo 這個位置是大大的字寫著,鴨和眉玉,外面是下雨就不說太多了,進去買票 這間Warmantomo Tokyo,在Tabe Logo的分數是3.62,這個分就不算高 而最接近這間店鋪的車站就是地下鐵的九段下 不過其實在飯田橋,水稻橋,或者神堡丁站走過去都不會很遠 就算是徒步也好,15分鐘以內應該到的 那就看看這間店鋪的自動手錶機 剛剛也有提到這間店鋪是不是鴨拉麵 而這間店鋪的鴨拉麵也有不同的口味 首先有鴨配克加輪子的醬油口味 之後就是鴨加貝的鹽口味 然後還有鴨白湯 還有油拉麵 這四款就是常駐的菜單 而夏天就會有冷麵和尖麵 而我這次會選擇這間店鋪的醬油口味拉麵 款式當然是不需要多想,直接特製版 之後再配叉燒檯 而叉燒檯可以選擇配葉蛋黃 或者是大蒜蛋黃醬 那我當然就選擇配葉蛋黃 而這間店鋪設有巴桌位 不過那些巴桌位就沒有位置放袋 除了巴桌位之外還有兩組二人座 而巴桌位的角度大概就是差不多 空間感也是挺闊落的 我覺得桌子的深度我認為剛剛好 食物送到之後也不會覺得很迫 而桌面上就有兩款調味料 會有柚子測味和黑胡椒粉 而水就是自助服務 我點的東西全部送到了 看看什麼料 先看看這碗拉麵 最左邊就是蛋 之後就是叉燒 有鴨和豬 之後有蔥在上面 之後有三顆黑加鱗的東西在鴨肉上面 而麵排得很整齊 之後右邊就是叉燒檯 很多叉燒粒 而且表面也是用火箱彈過 然後還有葉蛋黃和蔥在上面 這個組合感覺上是蠻豐富的 那就拔這款湯來看看 嗯這款湯的一層油都很明顯 可以看到 那個筋的邊邊位的一層油都蠻厚的 之後中間還有些油是跟湯已經混合了 而這款醬油湯的顏色也不算很深 比較上是正常的那類 而這款湯拔起來感覺也是很輕 完全感覺不到稠 接著就試一下這款湯 喝下去的感覺就是 咦?跟我以往喝過的鴨醬油湯有點不同 因為這款給了我的感覺鴨味不算很突出 醬油味也不算很突出 反而中間有一股甜味給了我的印象很深刻 如果喝下去的感覺最先都是會試到一些鴨味 然後再有醬油的鹹香味出來 之後再有一股甜味出來 我覺得那股甜味挺鮮明的 那我吃完之後就問店主 咦?這款湯有點甜 那他就說是呀 這個就是卡斯斯的甜味 即是黑加倫子的甜味 我認為是挺配合這款湯的 因為這個甜味就是適當的時候才出來 而且這個味道可以令我更加開胃 而且這款湯裡面還有紫陽蔥 黑胡椒 喝下去的味道上的層次會更加豐富 而這款湯最初看下去的感覺雖然油量比較多 但喝下去的感覺也不油膩 喝下去也是順口舒服 不過我略完這款湯的量比較少 我最初大概喝到四口左右就發現湯不是很夠 所以這款湯是好吃的 但量不夠 有些不夠厚 而且真的要看著來喝 之後就夾點麵來看看 這一款應該都是細麵來的 魚形狀就是四方形 形態就是直面 醬油拉麵配這些麵都不少見 然後當然就要試試這款麵 這款麵夾到這麼高吃下去的感覺 最初就是以麵條的小麥味為主 這個狀態之下吃到湯的味道不算好感覺到 由於這款麵條本身的小麥味道不算好香 所以味道上是比較淡 而我還是放了一會兒再吃 所以吃下去的感覺有點偏軟 但依然還是保持到一些彈性 所以都不會軟糯糯糯的感覺 然後我就放了湯下去吃 這樣吃的話整個味道就會好很多 因為可以感受湯的味道 這樣吃到麵條和湯在味道上的比例大概是5比5左右 而這款醬油湯也不算有很濃味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是挺平衡的 而且味道上也不會有過濃的感覺 經過時間的推移之後 這款麵就會變得越來越軟 吸的湯也會越來越多 這個畫面就可以看到已經滴了湯 吃下去的感覺湯的味道佔比是8成左右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是相當之香 也可以證明到這款麵就是低加水麵 我認為這款經過時間的推移 吃麵的味道有所轉變是一個好的效果 因為這款湯本身很美味 和很開胃 所以我是一口接一口吃的 但問題就是麵量感覺上有點少 不是很夠厚 我吃完麵之後感覺上我可以來到一碗 不過我認為這款麵是相當不錯的 再加上兩隻都是可以配合的 不好意思 只是為了宣傳 這個頻道有一個新的收費服務 就是以拉麵為主的一對一東京美食行程規劃 有興趣的可以留言 或者IGP有沒有查詢都可以 之後就看看叉絲的部分 這一塊應該就是豬肩肉 而且應該像是慢煮的 肉是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不過就偏薄一點 而且底面也沒有什麼過過的痕跡 然後就試一下這一塊豬肩肉 咬下去的感覺很軟 而且肉味也是夠香的 那個肉的香味真的是豬肉的香味 不是那種羊的香味 所以這塊吃下去的感覺真的相當不錯 好吃 之後就看看第二款叉燒 這塊應該就是豬里基尼亞 可以看到肉的佔比比較多 脂肪也會比較少 而這一塊好像是慢煮的 不過同樣地底面也沒有什麼過過的痕跡 這塊咬下去的感覺也是軟 不過就比較乾一點 雖然就是淡淡都是肉 不過肉味也不是很香 我覺得這塊好像沒什麼過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的感覺真的比較普通 之後就看看第三款叉燒 這一款就是雞胸肉 這款也像是慢煮的 呈現著的那麼多粉紅色 而這款的厚度是正常的 不算很薄 同樣地底面也沒有什麼過過的痕跡 這塊吃下去的感覺也是軟的 不過就不夠滑 不夠juicy 而肉味也是感覺到的 不過就不算很濃 感覺上也沒有什麼調味 所以這款叉燒也是正常的水平 最後就是這一款叉燒 這款就是鴨肉 可以看到肉的中心位是明顯地紛紛的 而脂肪位也是明顯地有酵過的 不過這一塊感覺上是小塊一點 而且都是偏向薄一點 不過這一塊吃下去的感覺是相當不錯的 咬下去的感覺也是酸軟的 不過也可以保持鴨肉的質感 而味道上就是鴨脂肪的味道為主 我覺得那一陣酵過的味道固然在這裡 但脂肪的味道是很香很甜 那個味道是越咬越出的 不過鴨肉的味道就不算很突出 但我認為這一塊鴨叉燒也是相當不錯 但就略然不算是細胞了一點 然後看看這一間店的招牌還沒動 最初看下去的感覺賣相真的一般 首先就是上顏色不算很深 表現上的獵紋很明顯 這條獵紋應該是深到膽默的流出來 不過這一隻只要實際咬下去才可以感受到精華所在 可以聞到這個蛋黃的狀態非常之好 真是流心爆漿的效果 咬下去感覺蛋白就不算很有味道 但蛋黃就真的耐有乾坤 除了會有蛋黃的香味之外 還會有一股柚子的香味出來 而這一股柚子的香味也是剛剛好 很平衡的那件事 在蛋黃之後慢慢滲出那個香味 不會去過蛋黃的味道 是很有驚喜的那個感覺 感覺上是醃在蛋黃裡面而不是蛋白上面 而且我也不知道原來柚子的味道和蛋黃的味道可以這麼配合 所以這一隻蛋真的好吃 最後看看這一款叉燒當 這款叉燒當應該也挺正的 整碗飯都是叉燒粒 應該全部都是豬肉粒 上面還有蔥和一隻醃過的蛋黃 這些叉燒粒應該都是徹頭說明的部位 吃下去的感覺豬肉味是在的 不過就比較乾身一點 但也不至於硬 而這款飯其實是用火槍彈過的 飯和某部份的叉燒粒都有明顯效果的痕跡 所以吃下去的感覺都是會有酵果的味道 不過米香就不算是很強 原本我是打算用這隻蛋黃拌飯 不過怎樣夾一夾不散 所以我是選擇直接夾一點來吃 吃下去的感覺就是蛋黃的香味很濃郁 這個味道拌飯一定是一流 真的非常之香濃 可以看到我們笑了 是忍不住的 立刻夾了一口來吃 再加上這款叉燒當的底部都是有汁水的 這款應該是以醬油為基底去做的醬汁 所以都是以鹹香味為主 不過都會有些甜味 不過加上這個蛋黃吃的效果都是非常之好 所以這款叉燒當是好吃兼抵食 推薦 整體來說 今餐拉麵我是滿意的 首先就是這款湯我認為真的很好喝 而且對我來說這個味道都是比較淡身的 甜甜的很開胃 而麵條方面都是不錯 跟這款湯配合出來的效果我認為都是理想的 而特製版就有四款叉燒 豬肩肉和鴨肉都是不錯的 豬利基和雞胸就比較普通 不過這間店的主角之一 味肉我認為真的沒有酒雞 好吃之餘很有驚喜的感覺 再加上叉燒當的價錢都是抵食兼好吃 所以這間店我是會再上來的 而且我也是會推薦給大家 而這間店跟之前介紹的二階堂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營業時間都是很累近 而這兩間我也是推薦 不過拉麵的味道就不同 所以來這邊吃的話 就可以看看這兩間的情況如何 之後再決定入哪一間吃 這次的介紹是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就麻煩幫幫手like comment share 再訂閱這個頻道 兼按鈴鐺就最好了 也歡迎大家用suprchat 或者payme去贊助這個頻道營業經費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